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也就是3月24号预避临时停机维护了一个小时 大家都以为会修复这个一击必杀无限武器上的bug 但是呢在patch过后呢还是可以刷的啊 只是换那种形式而已 而且最后面的是这个bug呢还升级为bug plus了 你可以看到它不仅可以做到啊自动击杀敌人 而且呢所有的天赋都能集中到一个武器上面 这可是相当的变态 那么呢接下来就教给大家这个bug plus该怎么卡 这个过程呢稍微有点复杂 好首先呢这是我主要用的套装 那么呢接下来呢我要把这个副武器啊换一个 就比如说我换场的这个冰冷关系 它的天赋呢是完美的压力水栏 待会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的天赋呢转移到其他武器上面去 换好了之后呢我们就保存这套新的装备配置 然后重命名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换另外一把副武器啊 选择你想要卡的天赋 就比如说啊我选择了一个画匣子 然后呢就保存一下新的装备配置 再重命名一下 重复上述的操作啊 直到你塞满了整个装备配置表 好接下来我们就到熟悉的机枪塔的旁边 首先你就完整操作一次 方法和以前是一样的 不过呢我还是再讲一遍好了 首先呢你要确保你手上拿的是二号副武器 接下来你上机枪塔的瞬间呢 动滚轮切换到三号水生武器去 你也可以把这个动滚轮的按键呢 映射到啊鼠标的侧键啊 或者说键盘的什么键都可以的 这样的话方便操作 好接下来我们下机枪塔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的是第三号水生武器 接下来按二切换到副武器 这样就是一个流程呢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完整操作一次 你们也可以通过鼠标驱动的设置一下 鼠标红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操作 那么呢接下来的操作有点不一样哦 好的我们再操作一次 但是呢这次重机枪塔下来之后呢 不要再切回副武器了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拿的是水生武器对吧 那么呢接下来就直接打开装备配置 切换到刚刚保存的啊新的一套 切换好之后呢首先切回副武器 然后呢再完整操作一次 好的和刚刚一样我们再操作一次 然后呢这次从机枪塔下来之后呢 不要切到副武器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拿的是水生武器 这个时候呢再切换到另外一套新保存的配置 就比如说我这次切换到了二号的装备配置 那么呢二号卡完了卡三号 三号卡完了卡四号 就是重复这么一个流程 好的重点来了 但你的最后一套啊 就比如说我这里是六号套 六号套刚卡完啊 从机枪塔下来之后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手上拿的是三号水生武器 不要动二号键 不要切换到副武器去 那么呢这个时候呢 你打开装备配置 切换到你原先用的那一套装备配置 这样的话就卡成功了 你的副武器不要用啊 就只要用主武器就好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主武器的伤害真的是爆炸 而且呢很多副武器的天赋呢 都转移到了主武器身上 如果你觉得你卡的伤害还是太低了 怎么办 没有关系 首先呢你把你刚刚新建的这些装备配置呢 全部散掉 散掉了之后呢 我们再挑选一下新的副武器 然后呢再保存一下装备配置 同样的也是你要把这个装备配置栏呢 全部塞码 塞码了之后呢 切换回原来的那一套 接下来的操作呢 会有点不一样哦 这次呢我们就不用完整操作一次了 我们直接上机箱打下来了之后呢 就直接切装备配置 切到刚刚新保存的那一套就行了 然后就这么重复上述的操作即可 整个过程呢超级麻烦 我视频后面呢会放出实况给大家看的 在这里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卡上鼠翼 我视频开头的那个全自动撒底呢就是鼠翼的效果 当你们卡完了之后 不要忘了切换回原来的那一套哦 而且当你切换回去之后 二号位的副武器呢就不要再用了 否则你的武器伤又会降低 也就是你以后不要再碰二号键 不要切到副武器就行了 好 接下来教大家如何全自动撒底 你可以看到我给了个敌人呢上了鼠翼的状态 那么呢 接下来呢 切特化武器 这样的话 敌人受到了鼠翼buff的伤害呢 都来自于特化武器 这就是天赋转移把鼠翼的buff呢转移到其他武器上面去 而且无论是你切换职业呢 还是手动切换装备呢 都是不会影响的 这个bug都还在的 最后呢提醒一下大家 刷不刷取决于你 如果你要刷的话 那就做好一种心理准备 可能会遇到未知的风险 如果你担心这种风险的话 那就最好不要碰也不要刷了 而且呢 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刷的话 那就尽快刷啊 说不定马上就要被修复了 如果被修复的话 也不要觉得可惜 因为这个迟早会被修复的 这是必定的事情 虽然说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啊 这个bug还是挺好玩的 非常有意思 而且呢 很多玩家反应呢 这是他完全近一年以来最开心的一次 终于可以做一次真正的叛变特工 不是吗 但是还有一部分玩家呢 他们是反对这个bug的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无论什么游戏bug都是有两面线的 有好有坏 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这是正常的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有人把这个bug带去了暗区 那就过分了哦 这就是刷bug的底线和原则性的问题 其实我一开始本以为这个bug呢 会很早修复 毕竟我觉得这个bug呢 让大家爽两三天就够了 如果你这个bug一直不修 反而还加强 一直这么拖下去的话 会带来很多问题的 不是吗 玩bug呢 爽归爽 但是呢 也要保持理智 好的 那么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刷得愉快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 加个订阅 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全境恶的最新bug攻略了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